别 别 你们多少 等一下 看好了 120的 你们要是再来来找麻烦 别管我不客气 欠我钱不还 还是当我老程 你胡腻了 谁能替你还钱 谁 没有钱没有 要命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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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心肝胜脚膜 大哥这些够管载吗 不够吧 您说 您先说 不客气 不客气 别再来 不客气 你们多少 等一下 看好了 120的 你们要是再来来找麻烦 别管我不客气 大叔叔 大哥 正让他们跟我走了 小女孩不简单啊 查一下 小哥 白痹横财 你到底是谁 雅浩叔叔你先休息 等你养好了 我会和时宜叔叔跟你说清楚的 上出来 为什么会同意我的李浩 老爷吩咐我要照顾好您 他的财产由您自由支配 您还太小了 可能对钱还没有什么概念 我应该报仇吗 您知道李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因为叶斯扣 一年前 李浩的科技公司与万亿集团签署了一份项目合同 这个项目 就是由您的哥哥叶斯扣负责 项目结束以后 叶斯扣以各种利用脱线和脱垢 最终脱垢了李浩的公司 而此时 李浩的女朋友 唐亲身环非证 继续一大笔线和利浩 李浩想起了各种办法 都没有摸到合同款 当时李浩闹得很虚无 叶斯扣害怕影响其成的声誉 还曾经装模作样的去医院探望唐馨 可是 可是什么 叶斯扣对唐馨说 只要唐馨答应他的无理要求 就会把合同款支付给李浩 唐馨自知时日不多了 而且一直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李浩 想要在李浩之前为李浩再做一件事 最终 死在了叶斯扣的家里 对不起他小姐 我不应该和你说这些 为了您的安全期间 千万不要向外人提醒你身世 我知道 我 我们能帮帮李浩叔叔吗 你今天太累了 先休息吧 咱们总场记忆 早点回去睡吧 没事 我把你从别墅救出来 送到医院和李浩相约 把李浩的身世告诉你 又把这书请送到叶斯扣的身边 你可别让我失望 截着李浩的手 提款了注定叶斯扣呢 爸爸妈妈出差 在等回来跟我过生日的时候 晚上的交通事故 我在这儿 有没有其他的家人吗 十一叔叔 干了个私人侦探社 也是爸爸很信任的朋友 所以就赶过来照顾 那钱 钱是爸爸留下来的 但以前是放在十一叔叔那里 引起用的 钱我会想办的 尽快还给你 所以 你那天穿那么贵的衣服 那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爸爸的生日伙伴送给我的 我家不真的没有钱 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些伪托要注意 奶奶在这边也没有其他的情人 她很依赖你们 还要麻烦你们再照顾她一个时间 等我妈妈收你的事情 我们就来接她 欠的钱可以少还一些 当做你们照顾奶奶的报酬 啊 那那天 这奶奶的那些黑衣人 公司有一笔债务 奶奶的父母去世之后 他们想要抓到奶奶 当做担保 我之前不敢直接来找奶奶 也是怕别跟踪 我会多支付一笔费用 你们带着奶奶 再找一个 对不起李浩叔叔 你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我的真名叫也是奶奶 否则 你给你带来杀身之后 大学生对不起 都该我办事不理 让你受苦吧 那到底是谁 有奶奶又在你这儿 大小姐 回合夫人已经 只能见爱 我这有一段视频 只能看一下 兰兰 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 很可能爸爸妈妈 已经不再认识了 爸爸对不起你 配音的时间太短 现在爸爸非常后悔 当年不该失望你的哥哥 叶斯扣 当年是我对不起 我的好兄弟 作为弥补 不想好好照顾他的孩子 没想到 你哥哥自从知道了 自己的身世 也心日渐膨胀 爸爸担心 自己已经控制不了局面 所以兰兰 你要记住 如果爸爸和妈妈 发生什么意外 你身边这个人 就十一分值得入信来 他会替我们照顾你 我相信 我叶兰兹的女儿 一定会坚强地 快让他 过好自己人生 叶斯扣到底想什么 是说 李浩前有小女孩 提个好乱 是 让我已经带我来 她的确是合适的人选 而且 你应该已经进入张书琴了 她和李浩的渊源颇顺 她移植了李浩女朋友 唐欣的眼角膜 非常不幸的是 她也能为一死后 很适合加入 李浩的辅助战队 张书琴不是个突破后 如果她能帮李浩 和我们都治好 我们就好办 看来老爷教会了您不少 而且你也藏得很好 我爸爸留给我们这些钱 做这些事 应该够用的 你说你 只要打起金融过日子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报仇 那可是万叶集团 是难想了外星的这儿的气 你说说 一个报告的一大公司 咋有电几次了 再招惹不起 我哄恶恶恶的这一年 其实想明白好多事 我之前是被仇患 拥备了双眼 就少思考能力 都是莽撞 所以才没有成功 可是如果我不报仇 我这辈子不能拿着 而且 我觉得张树行戴着唐欣的眼睛 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就好像唐欣的开战 张树行到底经常什么 不管你帮不帮我 我都希望 你能好好活着 你好 你好好活下去 你好好这儿个外国 保重不说 我帮你 叶斯扣把李浩害得那么惨 只要让李浩重新燃起复仇的决心 互相关注吧 我觉得李浩也不会怪我 他也损失不了什么